生活往来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借文及借大使 为我们来分析国际局势相关的时事议题 那继美国众院院长裴洛西访问台湾 造成台海军演的紧张之后 昨天美国又有五个参众议院 搭着这一个军机降落松山机场 那会不会再度的引起台海的紧张 应该是不会 这几个算小咖嘛 不像佩洛西一样 这么这个好醒目啦 这几个说实话 他们也没做经机 这个就是等于行政专机啦 行政专机 对那这阵子会很多 我想美国现在 所以陆陆续续还会有议员来 会很多 因为他们最近在放暑假 美国议会现在休会 那这些人跟这个 我们这个立法院一样 到了休会的时候 也暑假的时候 都要卡邮嘛 然后用这个公费到四处旅游 所以现在在这个全世界串的这些美国国会议员 应该是蛮多的 所以随时就可以附近拉来一团 那这一团我觉得它来的意思就是 你看那个昨天那个自由时报 头版头条 哇美国对台湾承诺 无惧中共压力 美国对台湾承诺还是 坚若磐石 那现在他要换个名词 坚若磐石还不够 坚若金刚钻 对 这就是要配合这个 配合这个民进党政府的大内选 为什么 因为 裴洛西这次来惹的祸 惹的祸 让美国怎么讲呢 底牌被掀开一半 民进党的底牌被掀开四分之三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属于躺平一族 就说真正要打仗了 一个是溜了 一个就干脆躺平 头钻到沙子里面 那现在我觉得 我后来想想 头钻到沙子还不够 其实有一种动物就是直接遇到危难的时候 就直接装死 那就是说 一个装死的政党 跟一个会逃跑的美国 现在你看在台湾老百姓目中 台湾老百姓目中 是什么样一个形象 那所以这个团回来就是 就是重建 过去对美国的这一套谎言 有信心的这一批台湾 我们台湾有一批人 重建他们的信心 然后呢 也给民进党这一批 吓坏的这一批 蔡英文这些人 给他们打打气 也让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证据来说 美国爸爸不是这么 这么这么没胆 我也不是这么没胆 我过去也没骗你 所以这一种团来 基本上就是这个目的 那么 也没什么实质好谈的 就是展现 然后随后美国还会做一些动作 这叫什么 这叫是修补过去 这一些 因为这个雷根号逃跑 所造成的这些负面的这些印象 跟负面的这一些 产生在台湾社会产生 他要不断的要回来修补 修补到最后就变成就是说 让相信美国的人继续相信 就是这样 所以他是一个打气团 修补之前形象的幻灭 现在在修补 雷根号终究还是要回到 这个日本的母港横虚赫 那现在美国的官员 似乎是说 在这一两个礼拜 他会穿越台海回去 那中国大陆也呛下说 如果你真的要穿越台海的话 我们也会势必有相对应的动作 所以还会再有一波台海紧张的气氛 我想一定就是半航吧 因为台海事实上的话 他有很多部分 他还是属于公海 那么以目前的情况之下 还是公海 那么他这个 你无法阻止任何船舰在公海上的行驶 这个说他的这个行驶 那所以他要来的话 他还是来 不过就是说危机解除才来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那真正危机的时候 他连测了800公里 800海里 对那现在回来 说我要回来500海里 没有用 没有用 他就是脱甲义兵 那五十步校百步 那现在他就是再回来 我觉得不能代表什么 因为真的测试的时候 他就是说他跑了 没事的时候回来 那回来目的 我想跟那个刚刚讲的那个 议员团的目的是一样的 另外一方面 美国还是没有放弃 挑起两岸冲突的 这个终极目标 那我想就是说 一继续上两岸这种冲突 对立加深 然后呢 一方面来给这个民进党政府 给他加油打气 然后给他壮胆 给他抵气 虽然他跑过一次 但是这次再回过头来就说 我下次不会跑 我下次一定会帮你 就是传递这样子的讯息 那我觉得终极目标 还是希望挑起 制造两岸的紧张 最后挑起两岸冲突的话 那也 对美国来讲 也不妨害美国的利益 所以你认为雷根浩 还是会走台湾海峡回去 不会走东部海面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蛮高的 可能性还是蛮高的 那他已经一直在放话了 虽然他中间话有一点变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的那个 就是国安会的发言人 讲的是 明明白白讲的是雷根浩 那后来就有一点做模糊了 那现在又 语调又强了一点 我想 这个美国真是 就是不断地在算计 看这个情势 怎么发展 所以 最后我觉得还是有五成的几率 是雷根浩自己来 不来的话 美国还是十分 也是白来一趟 往东边跑一趟 有什么意思 他过去都跑到东边 所以 这是代表说 美国在这个中国大陆军演之后 要表现他不示弱 这样子的一个 对亚洲的这个战略布局 所以他必须要 再让这个雷根浩 航母战斗群 从台湾海峡经过 极有必要 因为他等于说要 修复 他过去这些 在这个地区的 的一次 令人失望的表现 带来的负面后果 他现在 他就要做修复 修复的动作 修复动作 不断的会做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 这个雷根浩来一次 以后还是继续 会 他也是常态化 其实 中国大陆讲常态化 其实是讲了 然后才做 做了才讲 美国是不讲就做了 以前哪有一个月 美国一个海军的舰艇 就每个月一次 经过台湾海峡 这过去没有了 那美国也不吭 不想 他就把它常态化 对啊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对大陆的斗争方式 基本上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嘴巴上跟你讲一套 实际上做一套 然后呢 看起来是既合作又斗争 其实是斗争中 参议点合作 冲淡斗争的这个主调 所以我想 大概中国大陆 听起言观其行吧 那么这么一段时间 大概也已经 基本上下决心了 就是 兵来降党 谁来土研了 就不示弱 不示弱 就美国也不示弱 中国大陆也不会示弱 对就看谁退嘛 就这样子 那这一局 到最后会是 会是一个擦枪走火的状态 因为大家都不退 最后就是两岸 两岸发生冲突 美国还是不会 美国 美国跟中国大陆绝对不会冲突 百分之百不会冲突 美国这个施压 你说不会有中美大战 只会有两岸大战 基本上我认为可能性是零 对 因为这个中美大战 我觉得那些兵推 基本上就是纸上谈兵 不是 你这两边只要 依这个交火以后 你不把它交袭下来 它那个螺旋上升速度很快 那很容易会误判 误判就进入到核子战争 那所以核子战争是美中两国冲突的一个 一个可能的一个情况 那也就是说它要战争化就要冒着 有打核子炸弹的威胁 你要想核子战争有多恐怖啊 你现在双方的核武能力的话 一枚核子导弹 一个城市 五百万一千万人就没有了 这个可是不能开玩笑的 然后尤其在美国 现在在这个军事上 它没有把握可以拦阻 中国大陆的核导弹攻击 因为中国大陆的核导弹 以东风四十一来讲的话 它是可以打到全世界 任何一个点 那所以它发射以后 它是一颗导弹 可是里面装了十颗弹头 十颗弹头它回来的时候 那么它如果说这个十颗弹头 都是这个承波体的这种 可以变轨的超高音速弹头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美国现在没有拦截的能力 那没有拦截的能力 它就不可能冒这个 打核子战争的险 所以美国现在做的 一切作为就是要把台湾推上火线 就是要把台湾推上火线 然后如果两岸一开战的话 就是把俄罗斯俄乌战争的 这种模式搬到台湾来 搬到这个两岸的 在台海的战争 在台湾岛内的战争 那第一个就是希望战争变成 这个拖垮中国大陆的一个 一个机会 另外一个它也可以把这个 美国会出力 就是说它会 我想这两年 就是说战争爆发之前 就是说它会大力的充实台湾内部的国防 国防力量 然后备战状态 然后打起来的话 这个可以让这个 台湾这边能够撑久一点 所以不管在精神上 在物质上都要给台湾最大的支持 那准备在两三年之内要打仗 那另外一方面 开打的时候 美国就全面对中国大陆进行 经济 经济 贸易 各方面金融各方面的制裁 那逼着全世界选边站 再说不惜 那这就是 我觉得美国现在就这 就是这个战略了 那关键就在中国大陆怎么破解 对 要准备真的打一场台海战争 还是说有更高明的这个策略 我觉得这是考验大陆领导人的智慧 所以接下来的一两年内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会大力的武装台湾 包括了军售的增加 这个数量以及这个质量的往上提升 这是未来一两年内可以看到的事情 对 而且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我觉得美军会直接在台湾 你说直接进超前部署在台湾 对 他就变幅 一旦美军驻台 不就已经完完全全的踩到中国大陆的红线 他是以这种技术顾问的身份来 他不是真正的军队驻台 他不是军队的 他变幅啊 他变幅他就直接 他先了解你这个 现在就是说我们国军基本的战力 基本的问题在哪里 然后美国希望将来开战以后 两岸打战的形态是什么 他都会把它都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了解 然后呢 然后照美国的利益 来加强国军的战力 然后不管是武器 然后这个训练 然后指挥系统 然后战 战时怎么跟美国 美国怎么用不入行击的方式 配合台湾这个陆地这个作战 我想就像这个 美国跟乌克兰的军事关系一样 因为事实上2014 乌克兰跟俄罗斯开始打内战以后 美国跟北约部队 他的顾问就老早就进去了 他非常了解乌克兰军队的战力 然后整个战地的这种 战术战略 也都是照美国的 美国 美国拟定的方法打的 所以我是觉得 美军会 会比较 以便服的身份 顾问 民间公司业务代表身份 就直接 大量进入台湾 而且我觉得CIA也会大部分进来 因为他也要做社会 组织动员的工作 那么掌握到 关键时刻 他能够自己 这个英文叫hands on 他自己亲手操控 他不是hands off hands off 他就是让你去做 我觉得这么危机状况 美国大概是用hands on 就是说他会直接 手伸进来 直接来掌控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两三年会很热闹 所以你预测未来这两三年 就是台湾的这个状态 会跟2014年之后的乌克兰很接近 是这样吗 基本上就往乌克兰方向推了 美国就把台湾往乌克兰方向推 海岸 两岸关系就往乌克兰方向推 那么往一面推 一面准备 一面推 一面准备 就这样 那 美国人做事情 虽然这个国家 这个政治很腐败 这些政客很无耻 美国是这样子 政客腐败 政治政客无耻 政客腐败 可是美国这个体系 非常有效率 我因为我觉得 美国人做事是第一个目标取向 他设定目标 然后目标设好以后 就是达成目标 就是英文就要deliver 他就要deliver 他一目标设定 他就想尽办法去deliver 而且美国这个文化 是一种消去法的文化 他不是把它弄复杂 你跟美国人一想准就发现 他把什么事情 他美国的整个文化精神在简化 什么事情 他把那个 都把它抽丝 薄茧 去骨 去精 去肉 剩下就那个骨架 非常清楚 然后就照那个大方向 就往那边做 所以他是极有效率 极科学 他只要目标这样定 那所以 所以你也说 你也可以说他有的是办法 不是没有办法 我觉得他有的是办法 那他会用极科学 极有效率的方式 来 第一个强化台湾的这个 作战能力 而且他目标会 会很近的 就两三年 会把你的武器系统 都照他意思改 把你的训练 把你的这个动员 甚至你的社会 怎么样控制 怎么样在内部 清除异己 怎么样到这个关键时刻 怎么样政府变成一个 很专权的 准备暂时的一个政府 我觉得美国都会 全部都会接受 而且hands on来做 所以他有全套 全盘的规划 那他有经验了 那不过这一次 这个在裴若西访台事件之后 面对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这个军事联合行动 美国的表现 其实是让很多亚太国家 是还蛮失望 很多过去的幻想 可能有所破灭 所以现在传出来 就是有关于安倍的这一个国葬 美国打算要派 这个副总统贺锦丽 就像刚才所说的 这个议员陆陆续续的 要来台湾 然后雷根浩 可能还是要继续从台湾海峡经过 包括贺锦丽去参加 安倍的这个国葬 是不是都是在安定 亚太地区国家 对于美国在这一次军演之后 失去信心的一些修补的作为 对 有修补 也有加强掌控的意思 我的整个 我觉得美国战略 基本上是退出第一岛链了 它已经 在第一岛链 它已经 基本上以中国大陆的投射好 远程攻击能力来讲 美国已经发觉第一岛链 它不会待在这边 它的重点 已经在经营第二岛链了 那第一岛链它没有放弃啊 第一岛链就靠日本啊 靠韩国了 靠台湾了 靠菲律宾了 菲律宾现在不太听话 最听话的现在是台湾 韩国跟日本 那日本是重中之重 那也就是说 我觉得美国对日本的 这个将来战略上的一种安排 就是让日本第一个部署中程导弹 第二个加强把核武 用这种一种渐进的方式 部署到日本 甚至让日本发展 某种程度的这种攻击性的核武 或者攻击性的武器 你知道日本现在没有中程导弹 因为日本老百姓很反对 因为你放了一层中程导弹 在你哪个岛的话 你到哪个岛哪个岛岛岛就抗议 因为它就变成一个攻击目标了 对 那日本的连自卫队想要找地方去演习 常常日本的民众 当地的民众都反对 因为他们不想迎来战争 那可是问题 美国将来在日本 韩国的 他都是把他的盟友强化 强化呢 事实上也是个不得已的选择 因为美国也不想让这些盟友做大 也把你韩国养大了 把日本养大了 美国也不见得感觉自己安全 可是呢 现在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说只好把这些几个盟友 把他的武装力量快速提升 提升把他那个对外 这个禁食军性行动的这些 束缚 法律上束缚 也希望他解掉 那等于说 就美国人来讲的话 是纵虎归山 就对日本来讲 是纵虎归山 我记得季辛吉的这个回忆录里面 他这个回忆录 他跟周恩来讲的这些话 他后来美国解密 可解密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重要的字句 他用那个黑笔 把它杠掉 那些都是周恩来跟季辛吉 在谈日本的部分 因为对于日本 那个时候周恩来跟季辛吉 他们有共同的看法 就是日本这个 这个岛国还是要小心 我还是要严格看管他 是有共同的立场 对日本有共同看法 但我觉得这个 季辛吉到现在 也已经半个世纪了 我觉得美国已经 无能为力了 就是说只好纵虎归山 纵虎归山就是把日本 高度武装起来 让日本去发展他的武装 那么将来要打的话 第一轮先让 日本跟中国 韩国跟中国 日本跟俄罗斯 这些先一场混战 美国在旁边 隔山观虎斗 这是美国的 我觉得战略利益 战略已经是走这条路 那贺锦丽现在来 这个安倍的国葬 基本上 我觉得就是说 某种程度 当然安抚 另外还是 不断的强化 日本的重要性 强化跟美日同盟的 这些重要性 我觉得他会继续升华 然后这个升华过程中 他还会希望 日本的自我武装 这种军国主义的 这种某种程度的 有更宽广 更深入的一个发展空间 这个是目前符合 美国国利益 美国国家利益 将来就是说 最好是要战的话 台湾先上 台湾不行 日本再上 然后呢 美国躲在太平洋 另外一岸 隔山观虎斗 这是美国的策略 所以贺锦丽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外交代表啦 不过也不得已啦 规格高算高吗 规格高 希望他上礼的时候不要 无缘无故大笑 他在外交场合 常常会有一些不得体的表现 对 人家不晓得他为什么要笑 对 不过这代表说 美国在自己的战略部署上面 可能对于第一岛链 希望的是由他的盟国 来支撑这个岛链的 国防的强度 他自己往后撤退 所以对于日本未来的武装 韩国的武装 台湾的武装 他会希望提升规格 至少不要跟现在的美军落差太大 对 他现在都已经放宽了 以前韩国跟台湾一样 你的这个射程 你的武器的射程 美国都有限制的 以前韩国他也不支持你发展导弹 那你的攻袭性武器的话 大概150公里吧 以前 后来在川普的时候就放宽了 700还是多少 就已经放宽了 那日本的话 日本呢 现在是没有任何中程导弹的 它都是防空一导弹 你说爱国者三号 爱国三号 打50到80公里就了不起了 50到80公里有什么 它是防卫性的 对吧 这次蔡英文用的借口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都反映 因为我们的最好的爱国者飞弹 只能打50公里 它要飞了100多公里 打不到 不要浪费 所以日本也是以这种为他的一种防卫性的 那他现在要把它解除 中程导弹已经讲了好几次了 美国人讲中程导弹怎么部署 那甚至要解除日本的非核三原则 看起来岸田文雄有点保留 如果是安倍的话就OK OK了就可以 如果说是岸信夫的话 那就要等这一天 把日本武装到牙齿上面 他最高兴 可是岸信夫可能不这么想 所以就是说 岸田 岸田文雄 所以这个贺锦丽 我觉得 他去 要不出事就不错了 他的说服力可能不够 他可能不晓得日本的政局 还有他的历史 他现在日本的这个政治的微妙子 他可能掌握不住 拜登应该会给他心前教育 拜登自己也不太及格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其实安倍的国葬在日本国内已经是一个争议事件了 只是已经决定了就要做 可是岸田文雄就因为这个国葬的事情 他的身亡往下掉 主要原因就是安倍跟自民党 他们跟那个 这个统一教 统一教的关系 对自民党的形象伤得很厉害 那你知道日本人对韩国人就已经 本来就是很反感了 统一教又是一个韩国的宗教 所以再加上他们不晓得他涉入政治这么深 所以这次安倍国葬事实上有点勉强 勉强 所以我觉得当然贺锦丽这个出访还是代表美国重视 然后安倍替美国效力的也应该要有一个得到美国方面 要给他一点点回馈吧 因为安倍我现在发觉 我整个看起来在整个在看安倍 安倍就是一个军国主义 基本上就是要把日本再武装 那么也不讲为什么再武装的这种目的何在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要恢复到这种 二十大战前的那样一个状态 其实日本一个和平宪法对日本其实是很有正面的意义 可是他就一直以这个为目标 不断的要把他推翻 不断的要把他推翻 觉得日本老百姓也没得到好处 那这个就是他的意识形态 不过刚才街大使判断就是说 即便台海会发生战争 也绝对不是中美大战 不是中美之间的战争 那可能是第一岛链这些国家 跟中国上战场的一个布局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拜登 美国对于跟习近平 包括了在佩洛西来台之前的这个通话 以及现在传出来 习近平跟拜登会在G20的场合 有一场这个面对面的峰会 那都代表说中美之间 其实还有很多谈的空间 那要打不是中美之间的 对谈其实并不表示中间没有矛盾 对有矛盾也可以谈 那在这个场合的话 要回避的话 其实也要有很多理由 除非关系真的搞到完全的决裂 那就不见面 那我觉得为什么Kirk Campbell 这个是从美国方面先传出来 其实离那个会议还有蛮长时间 蛮长时间对 为什么现在 这么早就说了 因为我觉得美国人Kirk Campbell也是个阴谋家 他是美国人可是在英国念的博士 还是就是说挺阴沉的 其实我想到一个原因 就是说他要证明 虽然现在拜登很可能在11月的这个月初的选举 选败了 可能变一个博押 可是他还是掌握情思 他还是可以跟世界的主要领袖 第二大强国的领袖 还是可以平起平坐 他这个话有这个遗憾 所以在英文里面说 All politics are local 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内政 包括国际政治 All politics are local 就是说基本上政治它跑不出 它就是说一切以它自己的权利 权利这个为政者或者执政党 它自己的权利基础 权利的维持 的这一个考量 所以我认为Kirk Campbell这么早 把这个习近平还丢出来 我觉得有这个意涵 要不然没有什么这个理由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安抚美国很多的大企业 选举到要捐款 大企业是不愿意看到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的全面的决裂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包括美国的电子业的几个大厂 在大陆是加强投资 并没有减少投资 那么还有美国这些 这些很多的厂 这些基本上对大陆市场的这种 期待还是 不减反反真的情况之下 那么拜登政府也不想让这个 美国的企业觉得你 妨碍到我在中国赚钱的这个机会 我已经跟你讲 你去搞政治 你去搞多争可以 你不要妨碍到我们最后赚钱 所以这句话也是安抚美国一部分的 这些大企业 就表示跟中国的关系 虽然斗争 可是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还没破 没有破 现在是美国不想让美国的国内的民众 以为已经破了 以为已经破了 这是他最主要的用意 要不然没有必要这么早就谈 我也认为习近平还是会见他 我觉得就说 反正 他们见面能谈什么呢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剑拔弩张的状态 不管是晶片法 然后台海的议题 那基本上找到共识的 交集的范围蛮窄的 我想就是应该是很客气的警告 很客气的警告 然后划底线 划底线 合作部分我觉得很困难了 美国想要跟中国大陆合作 这次这个 这个 陪佑西来 连费八个相关的合作协定 你就知道了 也就是说 这个你们自己看就办 然后 我觉得 未来中国大陆对美的话 就四个字 就严正以待 你讲话我也不会相信 没有什么好相信 就看你动作 随时看你的动作 用你的动作来决定 我的动作是什么 然后 讲话都是把最坏的情况先讲出来 因为 因为大陆 我看有一些学者也在讲 就是说 一个跛脚的拜登政府 可能会让美中关系更紧张 对 你说11月的其中选举之后 之后 如果民主党大败 对 因为他也没有舞台了 他只有在国际 国际上 拜登本来的内政上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建树 他就是推一些社会主义的方案 那打破美国的这种政治传统 就是摆明的就是补贴这个产业 补贴那个产业 美国产业 我不认为会因为补贴 而获得很大的这种动能 美国产业今天 他不管他的竞争力也好 他的研发能力 今天往下走 不是因为政府没有补贴 不是因为政府不重视 他是因为他有很多 他这个内部的社会问题造成 美国企业的话 因为他这种 已经都脱离第一代这种创业者 或者第二代的创业 创业者第二代 这种时期了 所以他现在也变成一种社会资产 他是公有的资产 这种公有资产的时候 他的经理人事实上是很自私的 他们有那个使命感 所以以前 以前我听一些朋友在美国看到 千万不要找美国人做事业 你如果去美国投资的话 这美国CEO他知道 美国他是一个很好的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CV 就是他的 可是他你叫他来做个CEO的时候 他照美国的这种企业文化的时候 你只会用我三年 四年 你就会把我fire掉 董事会不会用我太久 那我来设公司的时候 我第一个开创的时候 我设立规刀的时候 一定把这些员工 包括他自己的待遇跟福利 推到最高 然后呢 让你出钱的老板 都善待你的员工 所以他没有考虑他的竞争力 没有考虑他的成本 他考虑是他自己的待遇 这是美国的一种 我觉得已经变成一种企业文化了 然后另外一个美国就是说 最近也在谈 美国这个所有的 所谓的社会成本太高了 你光律师费 会计师 律师 这一系列的这种 这种跟生产过程中 创造价值是没有直接关系 而且是负面效应的 这种因素太多了 太多了 那这些人都说穿了 律师 会计师 基本上 他们为了赚钱 然后再勾结立法者 把法律搞得更艰深 更复杂 一般人更难以穿透 你想要找漏洞 一定要很熟门熟路的人 你想要不被人家陷害 你要很熟门熟路的人 所以他这个恶性循环 所以美国今天的企业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力 是他国内的整个体系 出了问题 你拜登再去给500亿 1000亿 我认为无解 中国的企业相对来讲 比美国的企业 我觉得是幸运蛮多的 所以他有这个竞争力 因为他没有这一套 繁复 然后这种纯粹内耗的 这种法令系统 不管是这种 税 然后这些经营 这种管理方面 还有这种 社会条款 不管是劳工权益 环境权益 社会责任 搞得美国 整个企业 我觉得都喘不过气来 所以即便拜席见面 那恐怕也不是谈合作议题 甚至连所谓的八个禁止项目 要恢复的困难度也都相当的高 那这个时候 美方放出这样的讯息 主要还是因为11月其中选举 算是一个选举内宣的一个讯息的释放 告诉大家 中美之间的这个状况 还在control里面 拜登还可以控制住 没有完全失控 那可能是为选举的一个这个宣传 但事实上中美之间的这一个竞争 或者是中美之间的这个对抗 在各方面面 都发生很多对美国社会来讲 压力很大的事情 包括通膨 看这个今年度的数据 虽然现在稍微缓和 但是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位上面 那另外一个数据大家看到就是 中美之间的对峙 从这个中国大陆到美国的留学生 人数已经越来越少 连美国的大学可能都会撑不下去 其实这跟台湾也蛮像的 台湾是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现在刚出炉的这一个学校的招收名额不足的 这个问题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 对 其实美国大学 我们都知道一些知名的大学 美国大学超多的 美国大学不会跟台湾一样 跟台湾一样多 很多我以前在美国中西部带我很多 我常常很多美国大学校长找我 这个什么大学没听过 他找我干嘛 很简单 希望找生 希望帮他在台湾找一些生区 所以他们的经营是 营运是有问题的 而且美国大学的学费已经够贵了 美国你像稍微知名一点的大学 你现在要一个学生私立大学的话 你可能一年要六万美金 有的时候还没有包括他的这些生活费 光学费你就要吃掉六万美金 那当然中国大陆过去改革开放以后 老百姓有钱了 对美国是一窝蜂 我差不多十几年前吧 在中西部 那个时候有一些学校 我们还是要去学校 我走到学校 那个大陆的学生不是一两百人 是五六百人 常常在那个非常偏远的那个校区里面 里面走到学的都是亚洲面孔 然后呢 这些而且不是去念研究所 是念大学 是undergraduate 这种念大学就去了美国的 那个时候可能是最高潮吧 那时候中国学生简直是一窝蜂啊 那我觉得也好 就是说让年轻人都去看一下 都出去了解一下美国的西方的文化 那也很好 可是不去也没什么不好 我觉得就任何一个国家 就是说你基本上 你不是把人送出去 就是一个绝对好的 你要把你自己的学校办好 这个才是根本之道了 你看这个美国虽然学校很多 你看人家日本 日本这些东京大学 京都大学 这几个这些背要到大学 人家已经在那边 作为世界级的大学 人家上百年了 他把自己的教育办得很好 日本的很多诺贝尔奖得主 也没留学 就在日本做扎实的研究 所以我也觉得中国大陆 就是要看这种留学 你是可以让人去留学 跟你基本上要把自己大学办好 要让人家来留学你才了不起 中国总有一天要脱离那个阶段 不能永远向世界学习 你也要让人家 你也要有东西让人家学习 那要让人家要学习 你就要把你自己的学校办好 那这个事实上 中国大陆 比较应该注意的就是说 你这些一流大学的学生 到美国留学不回去的问题 这才是一个问题 邓小平当时曾经讲过说 我们派出一百个人 有十个人回来也就够了 没错 可是这种现象 你不能让他长期的 你应该要控制 你最好的学生 你应该让你自己学生 自己学校来 你要为自己所用 你不能都免费送给美国人 台湾以前也是 来来来来 去台大 去去去美国 这种事实上的话 其实是最赔钱的买卖 而且对国家伤害最深的 一个国家基本上 他要有竞争力 他要有这个 那又是靠人才 人才要当作比钱财 还要更重要的那种宝贝 来怎么样 来好好的怎么样 来好好的让他为你所用 那你在看 你看美国 现在这些 在美国这些 在日本 很多教授都是大陆人 看起来好像力量分散不对 我认为都是 这都叫人才外流 都人才外流 那你一般的 有些要undergraduate 他要出去 家长有钱就出去 就让他出去吧 可是你到了 你到了 你到了这些 像我们台湾叫台青交 你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 北大 清华 浙江 南京大学 这种重点大学的时候 你不要人都跑掉了 你还是要想办法 要留住人才 给他们机会 要有点民族主义教育 不能出去以后 就马上就做了外国人 踢外国人 这个 这种现象 任何政府都应该想办法 去怎么样 去扭转 你看日本 日本低流人才 都在日本 哪有天天跑外国去了 所以人才如何 不要防止外流 特别是优秀人才的外流 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进步的一个根本 你现在是美国帮你帮大陆 美国帮大陆忙 为什么 大陆过去 移民 人才外流 资本外流 现在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现在砍办 我认为不只是留学生砍办 移民也砍办 这个资本往外跑也砍办 为什么 因为美国开始 做种种限制 种种限制 而且抽你赢根 美国有一天 跟中国如果打仗的话 它基本上产生 或者两岸发生战争 美国一定是用对俄罗斯的话 对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富人 个人 公司 国家的产业 只要美国能够掌握 它就给你冻结 就给你没收 所以 所以 所以就说 这个是美国帮大陆忙 中国大陆的富人的话 钱不要到 今天往外面去跑 美国人一翻脸的话 你也是 你不要以为美国就最安全 美国一翻脸的话 照样给你没收 而且美国人 美国人 他还 他翻脸的时候 他都找一套 很好的法律的说法 还有法律来治 那么前一阵子说 我们台湾有一个 在美国投资最大的 几个富豪之一 他的遗产都被 都被美国 美国基本上 用逃税的原因 都充公了 所以不要以为美国是 是表面上这么好 法治 这么尊重 个人财产什么 没有 所以这次 美国一翻脸 其实我觉得 大陆这个 不管人才 钱财 这些 这种 我觉得算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 一个提醒 不要把美国看得太简单了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可能是一个重整的机会 就是美国的 现在这么大的一个磁吸力 自己把这个磁力 中断了 暂停了 正好中国大陆可以重新盘整一下 国家政策怎么去走 对 我觉得更精实吧 那么国家大陆有时候不在乎 小这种 捐低之细流 留学生 无所谓都出去 出去一个家庭 花你六万美金 一年了 你在中国受大学教育会 会那么贵吗 那些钱怎么来的 还不是从中国全体 老百姓 大家辛辛苦苦的 你要 你要以生活的 这个舒适度来 中国老百姓 跟美国人不能比 中国今天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钱 超时工作 不计较待遇 低工 低报酬 是这个 很多基层老百姓这样子 做起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钱 我也觉得 坎半 好事 对 不要什么都去 你都要好教育 就到美国 好教育回过来 要求你自己的政府 你把教育办好 然后大家都留在 自己国内受教育 这个国家就真正强了 他就真正的 找到那个 找到他那个 那个强盛的 那个根 一定要好的教育 永远都靠别人不行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介大使针对一些 国际时事相关的分析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加入会员 另外订阅按赞 分享设定提醒 收看小铃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